嗯!好香的泡麵喔! 那泡麵大家都很喜歡吃 可是呢!你吃完泡麵 這個空碗跟筷子要怎麼辦呢? 先別急著丟掉 我來介紹一個很好的利用方法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用泡麵的空碗 來爆米花 那非常容易 我們來開始動手吧! 好!那我們準備了兩個空的泡麵的碗 那你把其中這一個呢 它的底部先把它割開 好!我們底部割開了 然後你再準備一張這個錫波紙 然後呢!距離去均等的位置 將這四個角落拉起來 好!然後再把這四個角稍微折一下 好!我們四個角稍微折一下 好!然後把這個取出 再把這個鋁箔放到這個杯子裡面 你用手把它壓下去 好!我們把它壓下去 好!我們把它壓下去 好!壓到底 好!你之後 對於這個底部 我們要稍微強調一下 你就是讓這個底部的一個中心點 有一個凸起 好!這個中心點不要太大 好!一個尖尖的讓它凸起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在這邊加熱 那因為我們用的是蠟燭 所以它的火的範圍不會很大 所以我們希望它火力集中一點 所以這邊弄個這個肉的狀的凸起 好!將來我們油的話或是玉米 都會在這裡 好!那你弄好之後 就暫時可以擺到一邊了 好!那 你拿另外一個泡麵的碗 那剛才我們吃完泡麵的筷子 就派上用場了 大概在這個泡麵碗的一半左右的位置 一半稍微高一點點 你就把這個筷子從這邊插進去 如果用美工刀稍微挖個洞比較好插 那你當然你用力插也是插得下去 好! 好! 好!那各位看一下喔!我們已經把這個筷子搓進去了 好! 好! 那這邊還沒結束喔! 那就是說 我們必須 你可以在這個 前方跟後方做一個開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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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加一些油 然後再準備一些 爆餅花 那當然你如果能用這個筷子 稍微撥一撥,讓它沾滿油是比較好一點 好,那你這個玉米準備好以後 就可以開始來點火了 好,你把火點好以後就可以把你的 這個上面這個鍋子把它放上去了 好,那我們為了提升它的速度 我們會準備一個可以蓋住上方的鋁箔紙 保存它的溫度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蠟燭的溫度並不是很高的 好,那你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它的時間大概就是五分鐘 好,當然你如果說 想要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打火機幫忙加熱也可以 好,那當你聽到bidi bada 開始在爆的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 把這個上蓋 稍微打開一下 OK 先用高壓的速度 好,等爆了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那就是继续让它爆 等它爆完就可以拿起来吃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爆好的成果 那你可以在上面撒一些盐吧 那就是会非常好吃 好,那以上是我为您示范 现做的爆米花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观赏,拜拜